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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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邓潇 你有這種經驗嗎?明明沒有什麼要買的東西 但是看到蝦皮今天有在發免運券 就覺得好像應該要買點什麼 不然券沒用的話好像也很可惜 或是你明明比較喜歡吃削拌麵 好啦沒有這個麵,其實是我亂掰的 但是去賣場的時候呢,就會發現隔壁架子上那一款拌麵 有在做買一送一的活動 那你是不是就比較有可能去買隔壁那款買一送你的拌麵 有個心理學家做了一個實驗 他在路上架設了一個零食攤位 攤位上販賣兩種巧克力 一種是比較高檔的瑞士臉巧克力 售價15美分 一種是比較普通的Kiss巧克力 售價1美分 然後在攤位的上方掛了一個牌子 上面寫著,巧克力一人限購一顆 接著路上的人開始聚集到這個攤位前 這些顧客在衡量了兩種巧克力的品質 以及原本的價格後 毫不意外的,有將近四分之三的民眾 也就是73%的人 選擇了比較高檔的瑞士臉巧克力 而有27%的人選擇了1美分的Kiss巧克力 接著呢 實驗人員決定來改變一下巧克力的售價 把兩種巧克力的價格各降低1美分 也就是說瑞士臉巧克力現在的售價變成了14美分 而Kiss巧克力呢 則變成了0元 也就是免費 然後再來看看顧客們會怎麼去做選擇 結果這次實驗的結果 跟第一次完全相反 變成有7成的人選擇了免費的Kiss巧克力 所以剩下三成的人呢 選擇了瑞士臉 因此這個心理學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就是免費的效果非常驚人 為了證明自己的推論是正確的 他們之後做了另外一個實驗 他們則是把瑞士臉巧克力從原本的27美分 降到了26美分 Kiss巧克力則從2美分降到了1美分 來對比各降價1美分 對顧客所造成的影響 結果顯示 降價這一美分 其實並不會對消費者的行為產生任何的差別 大部分的人都還是選擇了瑞士臉 但當他們把瑞士臉再降價1美分 變成25美分 Kiss巧克力從1美分再降到免費的時候 神奇的事情又發生了 大家又開始一面倒的選擇了免費的Kiss巧克力 那為什麼免費對我們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呢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討厭損失東西的傾向 損失一個東西的痛苦 會遠遠大於我們得到一個東西的快樂 所以要是今天這個東西是免費的 它不好吃或是不好用的話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就把它丟了 完全不會心疼 但如果今天這個東西是我們花錢買的 但它的品質就跟我們所預期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不會那麼開心了 就好像你今天花錢去看了一場電影 結果這場電影很雷 但你很有可能還是會繼續的坐在電影院裡面 硬著頭皮把它看完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覺得你已經花錢買票了 所以不想浪費 但如果今天這場電影它的電影票是免費的 或是在戶外播放了 你一定會馬上扭頭就走 對不對 其實免費效應對我們的影響 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大很多 商人也會常常利用這個效應來讓我們掏出更多的錢 你們應該都有在伯克萊買過書吧 是不是大部分的書在打完七九折以後 價格大約都落在三百元這個區間 那你們有買過書的一定也知道 如果想把書免費的寄到Seven 那它免運的門檻是多少呢 沒錯 就是三百五 如果你未滿三百五的話 它就會再加收個二十元的處理費 所以你們是不是常常會為了想要免運 就隨便找個想要買書的朋友一起下單 或是隨便加購個小東西 或更有可能是隨手再買一本原本沒有想要買 但看起來好像也不錯看的書 你們是不是也常常這樣呢 為了省大所為二十塊 結果多花那兩三百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很容易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 花了很多我們原本沒有花的錢 但換個角度想喔 如果今天你是廠商 只要懂點清理學 好像要提升業績也不是很難嘛 對吧 除了用在讓你多買東西以外 免費這個魔法 也會用在廠商需要消庫存的時候 比如說你們去大賣場的時候 一定都有遇過 有一些快到期的產品 像是牛奶 他們是不是都會用膠帶在旁邊多殘上一罐奶茶 或是調味乳在上面 免費請你多喝個一罐或是兩罐 然後你就因此中招了 把那個快過期的產品 就這樣放進你的推車裡面 或是有很多新開幕的店家 他們在剛開幕的時候 都會辦個什麼促銷活動 可能請你吃個什麼免費的東西啊 或是送你什麼免費的贈品 讓他們開幕的人氣很旺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例子應該就是Costco了吧 Costco的北投店 在剛開幕的時候 他就宣布當天會發六千份的免費早餐 結果呢有人一早六點多就去排隊 排了將近三個小時 就為了領拿一份大概五十元的免費早餐 這個怎麼想都覺得不划算的生意 還有那麼多人去排隊 現在你們應該都知道原因了吧 其實關於免費的例子 還有太多太多 只是希望大家在看完這集以後 可以了解到免費對我們的魔力有多大 當你以後在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可以稍微人靜一下 然後好好思考值不值得 那如果今天你是廠商的話呢 就千萬不要忘記使用這個超強的行銷魔法 那今天就到這囉 掰掰 有關 沙門 有關